這算是完全沒有塞車 所以也會爬到處理 有啊 有啊 你有開就已經這樣子 不是你去看啊 9號的優勢 10號差一點 10號要塞車了 然後9號不用什麼差一點 10號就是花牙桌啦 你要採碎什麼的 有時候就是 行種就是有1號沒有2號 你花牙桌你採碎什麼的 所以還有一點就是 前一天實驗 好嘞一號呢 換小橘貓 前輪是微笑笑 右手邊往後插 右手邊往後放 往後放 右邊這樣 所以是1 2 3 那9節穿 展示的品種呢 有台中9號台中10號 就是現在的 他們正在使用 生火花卉DIY的品種 那台中廠今年還有推出一個 台中13號 橙光檸檬 它是黃花綠心的 多花菊的品種 那這個品種呢 它是耐熱的下開菊花 而且非常的早生 就是說 農民他們 電照之後 洗電可以 到花的週數是大概 7週左右就可以開花了 所以這對農民的栽培管理 還有他們的出貨是非常有幫助的 就是 早點採收就可以早點賣嘛 那這個品種 它的顏色非常的亮黃 那它的花心呢 就是在 設施在北下 是屬於青綠色的 所以 給它取名叫 橙光檸檬 檸檬就是 檸檬的意思 它的顏色就是 很清爽 然後在夏天看的時候 會覺得很舒服 像最近這幾年 我們回來的返鄉親農也很多 包括我們農會 都一直在 跟我們的 小孩 跟高漁 叫他們去 加一大學的公費生活 那小孩回來 都是農二代農三代 大家都是很強的 所以 我們會辦這個工事會 也希望說 年輕人回來 政費 可以賺到錢 如果賺到錢 就留下了 我特別是說 要賺給 小孩賺有錢 他才留下了 所以 我們的青農人數 一直在攀升 譬如說 我們的農二代農三代 我們說實在 都是阿公 和阿爸做得很好的基礎 我們年輕人回來 嫁親就熟 可以讓他賺到錢 算讓他走 不漂亮 然後徹芽也少 不太需要去摘 然後也蠻耐熱的 對啊 它這個分化有點抑鬆 它這個其實看起來 應該是要兩條 高溫有可能 對 但這隻 這隻應該是不錯 這隻有當就 還沒 還沒 現在我們堂裡命名了 我一定又變複雜了 不過是鬧 所以我都在想說 我要不要去騎那個單豬浪鱗 直接 賣斷 對啊 不然等到 拿到 再來這隻 這隻 比較高一點一點 不要再雞了 在他腳的腳就好了 讓他這樣有一個層次 你如果把雞肋肉 就是拜拜 回來了 所以 要這樣 這給他 他比較高一點 一隻 一隻 他要來這裡 他才會變長 就這樣 就這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